这是我拍模仿饭做的角色功课 是剑合的日记 我还画一个剑合的脸 你自己画的吗 对 打开笔记本密密麻麻 有筑记有笔记还有图画 夏腾红秀出模仿饭的角色功课 仔细看着眼神 原来他就是柯家燕的弟弟 范绍勋的好友 本人角色反差超大 上车 我们要去哪 你不要问那么多 顶着中场法散发抑郁气息 右眼周围还有好大一块疤 他是一个矽胶 就这样贴在我脸上 然后盖锅子有个眉毛 所以眉毛这边会看不到 就是这个是暗场 小时候可能妈妈还是什么的 不小心烫不到他的脸 据中美演出会有疤的原因 夏腾红接受TVBS专访揭露 只是拍戏过程还真的受伤 排完那场然后就这样 血这样流下来 大家就 头流血了 然后就说要去医院 要去医院 要缝针什么的 最后缝了三针 幸好没溜疤 但模仿犯太黑暗 夏腾红说不敢给妈妈看 而31岁的她 其实已经结婚五年 有个四岁女儿 那个姚纯要在那边戴面具 我女儿说我不要看 关掉 从房间走过来一直偷看 我把你关掉 我不要听那个声音 其实她2018年 就以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2 入围京中迷你剧集 心境演员 累积不少戏剧MV作品 但在演戏前靠打工为生 16岁开始工作 根本找不到自信 直到演出MV 才发现自己爱演戏 毅然决然辞掉工作 幸好家人全力支持 如今还组成家庭 成为她努力的动力 未来端出更好作品给观众 TVBS新闻张锡元 许体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